这名身披半身鱼鳞之甲的妖羞啊 才和足下的青蟒一出现在高空当中 抬头朝着前方恶狠狠的一扫 刹那间呢就傻了眼了 你们到底是 只见 比起所在位置更高的数百丈的高空当中 一艘山岳般那么大的黑色的巨舟 正从远处缓缓飞行而来 而在巨舟上密密麻麻站立的傀儡甲氏呢 更是让他一阵的心惊肉跳 这些个傀儡当中 赫然有几具散发出的气息 竟似乎还在他之上 这此妖羞后半截这个倒嗓子眼的狠话呀 顿时咕咚一声重新吞了下去 这此妖呢反应也不慢 眼珠飞快滴溜乱转两下 顿时换成满脸笑容飞快的裴笑说道 误会了 花卯认错人了 不敢打扰诸位行程 在下这就先退下了 同时这足下青色巨蟒一动啊 就带着他向下方海面无声地退去 慢着 原来你就是那位花石老祖啊 很好 我们正想找一名熟悉此区域的地头蛇 你就暂时留下来吧 这声音悦耳动轻 竟是银月的嗓音 话音刚落 黑色巨周上波动一起 四名气息丝毫不弱于水族妖羞的傀儡 赤手空拳腾空而起 直奔的妖羞是一飞而来 花石老祖见此脸色大变啊 单足一彩青色的巨蟒 毫不犹豫地化作一团白光向下方射去 与此同时 他还一口气放出了数件护身的法宝 但就在这个时候 那四名傀儡却一声长啸 八只手掌同时冲着花石老祖虚空一案而来 扑扑的几声爆裂声传出 这妖羞几件护身的法宝啊 在滚滚无形的距离下 竟然纷纷地化为点点荧光碎裂而开了 这位花石老祖和那条青蟒 则在四周空气一紧之下呢 顿时身躯一沉 无法动弹分毫 直接被硬生生地困在了半空当中 花石老祖脸色变得煞白 只能是眼睁睁看着那四名傀儡一起飞过来 其中一个傀儡啊 手臂一动 就把他和青蟒同时一提了在手 再一转身呢 一起往来时的黑色巨舟上飞去了 片刻功夫之后 在魔灵圣州最高一层的大厅中 他终于见到了坐在主位上的寒历 旁边 朱果儿和银月站在两旁 扑通一声 这傀儡五指一松 就把这花石老祖和这青蟒 重重丢在甲板上 面无表情 退出了大厅 花石老祖虽然身躯一时间恢复了自由 但是体内甄园却被那不知名的傀儡动了什么手脚 浑身的法力竟一下凝质不灵起来 再加上银月的气息比他还要强大 韩丽的灵牙更是若有若无 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如此一来 这位水族妖羞纵然满心的惊怒 也不敢再有任何的反抗之举 而是苦笑一声冲着韩丽身识一礼 老实地说道 在下花石 拜见几位道友 不知诸位把在下拘来 可有什么效劳之力的地方啊 韩丽打量这位合体七夭羞极眼 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 但是没有马上开口问什么 当时一旁的银月 眸光流转之后轻笑地问道 哼 你现在倒是挺识趣的 一开始时为何不听我们之言 反而想要跑掉呢 倒有取笑了 花某刚才只是下意识地自保而已啊 毕竟诸位看起来极其强大 在下自然要赶紧退让一二啊 这 花石老族有些尴尬 用目光不时扫向寒厉 一副极其小心的样子 哼 可是阁下刚一露面时的气势 可没看出是哪些自保 莫不是 倒有原本是想找我等麻烦的 银月的脸孔一板 声音一下变得奇冷起来 不不不不 在下没有丝毫针对几位的意思 只是一时糊涂 误以为诸位道友是路过的一些小辈 这才会有些肆意忘形 我 花石老族一下变得汗流浃背 慌忙地解释起来 哼哼 银月咯咯一笑 不再继续说什么了 一直在椅子上端坐的寒厉 这才淡淡地开口 我不管你是原先怎么打算的 但既然敢挑衅在先 现在就必须帮我做一件事情 才可以放你离开 否则的话 一番重重的惩戒自然是免不了了 啊 花石老族一听这话 心中暗暗叫苦啊 但到了此时 自然口中半个不字都不敢说 只能强打精神 勉强一笑地说道 几位放心 无论诸位想让花某做什么事 只要在下能做到 一定是竭尽所能 但不知道底是何事啊 你不用担心 让你做的事很简单 只是帮我找一处地方而已 听说这里似乎有一处 上古时候留下来的残缺祭坛 但是似乎会自行一动 飘忽不定 此事可是真的 啊 原来阁下是找那座 私南四方坛的呀 这个花某还真知道一些 不过要找这东西 大半要靠一些运气 在下能做的也就只是带猪尾 去几个祭坛经常出现的地方而已啊 那好 你就先带我们去这几处地方吧 一旁的猪果儿听完这番对话 也不由地双目一亮起来 黑色巨舟在海面上停留了片刻之后 就发出一声轰鸣 再次破空飞顿而走 消失在天边尽头了 两个月后 一片生满参天巨木的森林的上空 魔灵圣州庞大的身影啊 一闪地浮现出来 在巨州前端的甲板上 韩丽带着银月和猪果儿出现在那 花石老祖这位合体骑妖修 一脸恭敬的 站在三人身后略远些的地方 到了此时 这位高阶妖祖已经知道了 韩丽人族新晋大成老祖的身份 在一番大惊之余 原先心中一点小心思 自然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他这段时间内 老老实实的呢 带着韩丽等人 走遍了附近区域的大半地方 更一连去了树处 那座上古祭坛出没的地方 但可惜的是至今为止 韩丽等人还是一一扑空 并没有找到祭坛所在 韩丽头也不回地问道 这就是 你说的下一个地方 是前辈 这片密云凶林 即使在我们妖族也是名气不小啊 有化神器以下的绝地之称 除了炼须以上存在进入此中 可以勉强自保之外呢 修为低些的进入此地 是有八九会丢掉性命 因为这密云凶林中 不但有些天然的陷阱 凶恶异常 还有些未开灵智的妖兽 极为的强大 更有几种特有的毒虫 难以招惹 当然 这一切对前辈这样的存在来说 自然是不值一提的 花石老祖答应一声 恭敬地解释起来 韩丽点点头 看不出表情地问道 那座思南四方坛 真的在这出现过吗 回禀前辈 在下方的这片沼泽中心处啊 曾经有些道友 远远见过那上古祭坛几次 不过这祭坛本身已经残缺 除了表面一些上古符文 对一些镇法师 还有些参考价值之外呢 对一般人来说 实是没有多大用处 故而道 也没有人真的去仔细地看过 既然这样 我们下去吧 我有一种预感 祭坛有七八成的几率 应该就在这里的 旁边的朱果儿和银月文婷此言 都是一喜 于是几个人当即 从巨州上飘落而下 只往下方密林中的 一片广大沼泽 一飞而去 这沼泽的上空 笼罩着一层淡绿色的毒气 练须其以下的修饰 那除非有一保护身 否则是绝对无法在里边待上太久的 再加上 这雾气中生有一种 这个类似于马黄的细小的毒虫 一旦不查 被侵入体内 想要驱除 那就千难万难 故而对一般的要求来说呢 这里的确算是凶险万分之地 但是这一切对寒历来说呀 却犹如平地般视若无睹 其体表只是树团银燕一声呼啸地飞出 阵阵热浪 顿时向四面八方狂卷而去 竟将方圆母许内的毒物 全都扫荡一空 那些毒虫之类的存在呢 更是在轻刻间被银燕焚烧一空 根本无人靠近寒历半步 偶尔出现的几头不知好歹的妖兽 这寒历根本也不用自己个儿出手 就被银月一个人轻松地斩杀掉了 没有多久功夫 一行人来到了沼泽深处的 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当中 寒历骤然双目一亮 隔着树里之遥啊 一眼就看到了 一座高约百丈的古朴祭坛 悬浮在一片水坑之上 寒历面露一丝笑容地吩咐道 找到了 华石 你留在这就行了 我们先过去吧 花石老祖自然不敢有任何意见 急忙躬身答应 是 银月和朱果尔呢 兴冲冲地跟在寒历身边 直奔高大祭坛而去 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 几个人同时出现在祭坛的进前处 寒历身行一顿 抬头仔细打亮着这个眼前 高大建筑极眼 只见呢 这个祭坛呢 呈四棱状 由下往上分为三层 表面呢 遍布着一些不知名的上古文字 但大半呢 都被一层淡绿色的青苔覆盖 而且这祭坛四角 也均都塌陷缺少 一副年代异常久远的样子 嗯 有年头了 韩历说道 果然不错 的确是那上古时候流传下来的 思南古坛 按照宝花之言 只要在特定时间 在这上面用秘术来激发 来测算其所说的那几个空间坐标 就可以找到小灵界的入口了 果尔 你是小灵界出生之人 神魂中天生带着此界一些气息 一会儿还要借你的神念一用 如此所测位置 才能更准确一分 是 晚辈一定尽力辅助 从朱国儿这个欣喜的异常的表情来看呢 显然 他也对能重新回到小灵界 是极为期待的 一旁的盈月则含笑不语了 韩历呢 把南宫晚 可能在小灵界的事 倒是也没有瞒着这位红颜知己 早就告诉了他 以银月此时的心境 自然不会有一般凡臣女子 极度等想法 反而欣然的愿意跟着韩历 一同去小灵界 把这个南宫晚找回来 而韩历虽然自信宝花 不可能在这事上哄骗自己 但是这种借助上古祭坛 来测算其他界面入口的事呢 还真是头一回干 没什么经验 在施法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测算的结果有多大误差 这都是不好说的事 故而韩历似乎表面平静 但是啊 事到临头 心中不由的还是有一丝凝重啊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出的